为了增进与海外校友的联系 台湾中兴大学的校长李德财 特别造访新泽西州的中兴校友会 一方面帮助校友了解学校的近况 也希望他们出钱出力 支持学校未来的发展 校友会每年主办一次年会 然后在中间我们还举办一些旅游 就是出去外面去玩 最主要终止就是希望大家 校友能增加更多的友谊 然后大家有帮助的地方 有大家帮助 我们希望跟这个 我们继续校友会的聚会 能够凝聚我们学校 校友对学校的向心力 同时我想我利用这个机会 也让我们校友们知道 学校的近况 发展的近况 先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希望中兴大学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我希望这个机会 也欢迎大家校友回五校 参加我们今年11月1号的 95周年庆 校庆的活动 中兴大学已经在中台湾 是首居一职的学府 对于我们整个的社会 对于我们的国家 影响都是非常深远 那么我们预祝中兴大学 在李校长的领导之下 好 校务 真正日上 希望能拿到这个荣誉奖以后呢 欠奖跟上一层楼 不会忘掉校长的厚爱 我也会尽一尊心 帮校友 大家在这个社区 帮助我们的中兴校友会 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中兴大学美东校友会 这个会晤越来越好 大家多参与我们社区的活动 祝福他们 都是这个不管是家庭啊 或者是说他们的事业 都能够成功 都能够美满 李德财在校友会上面就表示了 看到校友们在海外事业有成 身体健康 而且对于母校的发展非常关心 除钱处理来帮助母校设立研究奖学金 提供教授们研究经费 表达感谢之外 未来呢 也期盼海外校友们 一起为毕业的学弟妹 提供就业上的协助